上次吃完武汉的牛渣真是让我念念不忘呀 太美了 熟悉的感觉 哎 又回来了 武汉吃牛渣 就这一盆简简单单 这牛渣里边最好吃的就是萝卜 哎 大伙大嘴 今天呢 跟我的酒友 在武汉找一件馆子 酒友 多重视的字啊 摄影师小助理现在是酒友 武汉朋友要不来跟我溜一点 哇 这绝对是武汉特色 就在武汉找店 你基本上你就看哪家店人多 这店绝对没毛病 穿梅牛渣 咱来它最最基本的嘛 20块钱嘛 咋要 咱喝酒呢 你来个最便宜的 最贵的 85这个 来个最贵的 我吃 来个最便宜的 我要一个那个最贵的牛渣火锅 这搞个基本的就行了 哎 精彩啊 进来吃 进来吃啊 进来吃 哦 进来吃是吧 走走走 你看牛渣火锅是待遇都不一样 进来撑 这是我们这牛渣的锅是吧 对 一样来一点 一样来一点 你要把这 这是啥 呃 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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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是这个是 这是油 嗯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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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完呢 这么多香菜 走走走 跟着走 你看这地方多接地气 多接地气 这取静通 我想这 这是雅尖 我去拿酒 没有酒啊老板 要要厨 要紧张 要关公 你要保持 来 关公 关公 小关公 这个还凑合 正常的酒这算是 熟悉的感觉 啊 又回来了 武汉吃牛渣 你这饭了还是大 我就说吃个粉吧 你还得非要跟牛渣火锅 上次吃完武汉的牛渣 真是让我念念不忘呀 太美了 先给你来个萝卜 萝卜汁大波 我压你都这么意思 关公坊配牛喇叭 一镜到底 行 给你留上一口 可人 毛骨好喝 好喝太多了 这正儿八顶至少是酒的味 虽然度数也很低 且可 好喝 煎 它们家里还有面筋 你看 这个牛渣 那我先吃个肉 你也吃 我们萝卜好吃 那一吃 萝卜都给你 面筋的口感是最接近肉的 我发觉 泡了这个锅之后 它锅里边放了好多这种生蒜苗 哇 串啊 蒜满好吃 真串 到处就行啊 反正这一锅 你也不知道啥是啥 加上啥吃啥 尤其是牛肠 但是 一口 这个辣味 一下子喘出来了 辣油特别的熟透 辣辣 嗯 武汉这辣子是跟 人川的是反的 人川的看着辣 是样子或不辣 武汉看着没辣子 其实再给辣胳膊 嗯 嗯 舌头一抿那止水 砰就 老孩子是吧 不然没骗我 那不是这好吃 真的这一锅里边 螺盆进来的 老婆有点多了 我都不相信你 我说啊 这天气啊 特别适合吃这种 火锅那种东西 驱寒 暖和 肠子 糯 吃到最筋道 嗯 脆身糯 这边不许是牛 嗯 肥肠这个味儿挺大的 牛肠没啥味儿 跟开盲盒一样 你一块一下 你炸啥东西跟不到 牛肠 肥肠 牛腩 牛腩 牛肉啥都有 这个下去咱得碰一下 是吧 哎 最后一口吧 关公坊那酒不行 肚子在地 吃来吃去 我说实话 他们家这牛肠锅 一般 我回去粉好吃 人家是吃粉都在门口的 吃牛肠锅在里面 没人吃牛肠锅 看见没 都是来吃粉的 我的酒有 你看 人家是凌智的 就这么吃 还便宜 还不便宜 四分六块 四分六块 刚早上咱搞个素粉 喝个酒不完了吗 是吧 你还是会吃 我说实话 我喜欢做外套的东西 我觉得 他们家这个肉料 就杂料 身儿瓦不行 八十多块 一盆呢 真的这个量子 主要是萝卜和这个面筋成肠面 还没有那个黄板筋 咱上次在那个长蹄街吃那个 就长蹄街 哇那个板筋 那个黄板筋太好吃了 是吧 面筋虽然给的多 这面筋还是挺好吃 嗯 也好 面筋把我吃饱了 最后一吃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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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结束 吃完了 点评一下 你看这会儿人 哇这对拍的 但是我说实话 这就是一家普普通通的 居民楼下的一个小馆子 来吃的应该也都是当地的住户 牛杂火锅 你来了别点了吧 都是来吃粉的啊 这火锅没有我上次在长蹄街吃的那么的经验 我给他一个三颗星 对 好吃 我给他们吃的 我们可以吃了 一会儿 这会儿就能吃飽的 那边 没有。。。